哈喽,大家,我是摩金哥阿姨 很多人问我榴莲名字的由来 当然,维基和百度都有一些记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中有一个传说的故事 大家看过就知道啦 1405年时 明朝皇帝朱棣派正和率领28000人 200多艘船只七次下西洋 历时28年,航程万语里在中东方向 正和船队最远航行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 在非洲方向正和团队最远航行到 莫桑比克的贝拉港 历经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史称正和下西洋 正和下西洋 是中国人创造的海上奇迹 它是世界航海史上最伟大的壮举 也因此而改变了世界的历史 600年前有历史学家猜测 这些船队甚至照顾航家 完成了环球航行整合团队 好,听到这边 我们向我们的正和三宝宫致敬 好,接下来我们用东北话 想想我们的故事一流连名字的由来 流连的名字由来故事一 中规古代明朝的时期 正和航海阶队到达京东南亚 平常当地特色过时是 正和对这种水果到位在上 然而过时只能一年一数 故我明明流连 后人曲奇学音 成作流连 好,我们故事就说到这边 下次我们再见 东北话是不是很好听呢? 请尽请留意 订阅,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